他家有钱 他家有地位 他好意思去读一个 你根本不知道 有没有存在的学校 这样的人 在地方无往不利 选举这么顺利 国民党还好意思帮他来打我 他用他所谓法学跟公刑的背景 来评论我的医学论文 真的是 我真的觉得太好笑 他明明看到的资料是2% 可是他对外要用错误的资讯 说是27% 这是很故意很明显的抹黑 但是如果国民党 真的要来打这一题 那我们就一起来检视 盐宽恒前委员 他所谓在美国的那个硕士 到底是怎么拿到的 我们就一起来检视我们两个 在学术研究上面 在学术成绩上面 是不是真的像我们选举公报上面 所举出来的这样子的学历 我们就一起来辩论我们的学历 他是刘美硕士 我自己是土博士 土硕士 但是我很愿意跟他用英文 来彼此辩论 或者也不用辩论 因为上次我们用中文的时候 他都没有办法讲出他的政绩 跟未来他要为台中市 第二选区做什么事 那至少我们分别 就一起找一个地方 把我们的论文拿出来 我们自己用英文 把我们的论文念给大家听 把论文说明给大家看 我邀请他 跟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情 我们大家都对于他的 留美硕士非常的好奇 出国议书 这个不用我再讲 这个当然有啊 不然我们怎么会拿到毕业证书呢 这个选举已经进入最后的一个礼拜 那我们希望不要陷入口水 很感谢秘书长今天过来陪我在乌日扫街 那上一次很短的时间的补选 那加龙秘书长那个时候本来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在做 可是他还是很愿意那时候担任我的整个竞选主委 那这一次他是我的竞选总部的荣誉主委 也非常感谢他 尤其是我们台中 我这两年以来更加深刻的感受到有非常多台中 大家最关心最重要的交通建设 其实都是在加龙市长的任内所奠定的 那每跑一个地方就更加的觉得 如果当初加龙市长可以继续的留在台中 为大家做这些服务的话 我相信现在我们的海线跟困区的很多建设 一定都早就已经启动了 那但是呢没有关系 我也希望说接下来还有四年的时间 我们中央可以执政 我可以持续的再为地方再来争取这些建设 让地方的建设能够赶快加快脚步 把过去这五年多没有建设到的 我们希望能够加快的再把它做回来 第一个事情 他用他所谓法学跟公刑的背景来评论我的医学论文 真的是我真的觉得太好笑 因为我自己又是我自己那个部分是一个次专科 次专科研究在自己的医师之间 跨次专科都已经很难理解别人的东西了 他自己还要跨组跨领域来解读我论文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根本是故意找麻烦 第二个部分其实用相当的类似的软体去跑 我们跑下来之后有类似的或者是有圆引到的资料 大概都是大概2%到4% 2%到4%的这样的资料 他故意去用一个错误资料叫27% 这是一个非常故意而恶意的态度 其实他自己后来所举出来资料里面 上面明显就写了那些片段里面呢 跟原来的原著有大概2%的文字 他认为是有类似 他明明看到的资料是2% 可是他对外要用错误的资讯说是27% 这是很故意很明显的抹黑 而且事实上我也不断强调 我在每一篇这一个援引别人的资料的过程中 都有加上那是来自于哪一年 哪一个学者的文章 也在最后的reference 这个参考资料的部分都有提出 也就是说这是完全正常 而且正确的一个资料援引的过程 那我觉得蔡振元他自己也是一个 呃说实在话也是学术 有自己有学术的研究经验 他用这个做法完全就是明明知道我没有问题 还故意要抹黑 这完全是一个蓄意抹黑的动作 那我也认为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故意明知道我没有问题 还要故意抹黑我 我猜一定是我们做对了什么 那前一段时间我们质疑完 延宽衡前委员有一笔6000万的 所谓延青通先生的债权的案子 每一次的选举的这个财产揭露 他通通都没有揭露 通通都没有做财产申报 昨天我们也已经拒状相关的资料全部都向监察院检举 那我更大的疑惑就是这个部分到底是他钱多到可以不用申报 钱多到忘记申报 还是他自己根本就知道这是一个假的交易假的债权 那像这样子的假交易假债权的可能性 到底除了这块土地之外是不是还有 我相信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提供我们更多的资料 我也相信很有可能他还有更多隐匿的财产或隐匿的假交易的部分 不想让别人知道才会故意请蔡振元先生 来做这种明知我没有问题还要抹黑我的动作 所以你会觉得他是在帮助盐宽恒吗 我当然他这个行为可能是想要帮助盐宽恒 但是我认为完全不会帮助到他 因为去打我的论文我过去在这一段时间以来 我一直很谨慎的不要用所谓学历 不要用所谓的学术的案子去对我的对手做质疑 因为说实在的每个人的学术研究都是对自己负责而已 但是如果国民党真的要来打这一题 那我们就一起来检视盐宽恒前委员 他所谓在美国的那个硕士到底是怎么拿到的 我们就一起来检视我们两个在学术研究上面 在学术成绩上面 是不是真的像我们选举公报上面所举出来的这样子的学历 我们就一起来辩论我们的学历 一起来他是留美硕士嘛 我上一届补选的时候就讲过 我自己是土博士 土硕士 但是我很愿意跟他用英文来彼此辩论 或者也不用辩论 因为上次我们用中文的时候 他都没有办法讲出他的政绩 跟未来他要为台中市第二选区做什么事 那至少我们分别就一起找个地方 把我们的论文拿出来 我们自己用英文把我们的论文念给大家听 把论文说明给大家看 我邀请他跟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情 我们大家都对于他的留美硕士非常的好奇 那我们就请他公开的跟大家说明 他的留美硕士是怎么拿到的 他怎么写他的论文的 用英文来讲 因为既然都是留美硕士了 应该没有怕用英文来讲 我也愿意用英文来讲我的论文 跟大家说明跟报告 对手质疑静怡委员的学位 其实这个是恶人先告状 但也次铺其短 因为静怡委员 他自己在医学临床上的经验非常丰富 而且在学术上面 得到呢 这个很多的肯定 所以去质疑静怡我想 是一种抹黑 那去除转移焦点 因为其实人比人 那大家如果把静怡跟对手 来做比较的话 真的凸显这个问质疑静怡是非常荒谬 很讽刺 这个是回力枪啊 会打到他自己 那静怡其实 在临床跟学术上的表现 大家有目共睹 而且他是在国际交流里面 是台湾可以说在医疗 还有公共卫生上面 也担任过无人所大使 这样的角色 真枪实弹的啦 那我觉得他们找错对象 反而自負其短 那兵长在最后一个礼拜 的选中期啊 那你特别来帮 一人来做一些事情 要帮助你 在这一次选举当中 中俄区还是特别有指标性的意义 因为在两年多前的补选 静怡啊 他展现了温柔 坚韧非常勇敢 去挑战一个长期盘踞地方的家族派系 那也经过那次的补选 大家才知道 在台中的这个黑金政治的背后 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尤其是土地 涉及到的这些居住正义 而这个静怡是为年轻人 其实在发声 而对方过去在立法院的表现 我们并没有觉得说引以为荣 而是静怡呢 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 是非常好的对照组 那我觉得自由的花 已经开了 我们希望能够这个开花结果 能够呢 让中俄区成为我们台中人的光荣 是在民主政治里面很优质的 这个立委不是在让一些黑金势力复辟 班师回朝 我觉得这也是在这一次选举里面 这一个中俄区 我呼吁所有的台中市民 全力来帮忙静怡拉票 那中俄区的选民一定要出来投票 再创光荣的历史 而不要成为这个黑金势力复辟 让我们的乡亲感到这个没有面子